当年司马迁都没有见到这些史料 突然一下子涌现到我们面前 那就是学术学当时可以说是奔走相告 第一次看到秦简的时候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有的诗文都是很惊奇的 秦代的简主没发现过 一字一句都是真实的 这是两封穿越千年的秦国家书 当他们第一次从云梦县睡虎地被挖出来时 在场的专家们无不是泪流满筋 只因为短短的527个字 却倒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秦国 更包含着一对兄弟 对家乡老母兄长及妻儿的挂念 那么这份家书背后究竟有何秘密 真正的秦朝又是怎样的呢 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两份竹简 穿越回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 这两封家书是在一个不起眼的秦国小墓里找到的 从穆哲明可知 墓主人叫忠 写信的则是他的两个亲兄弟黑夫和晶 毕师他们正在前线浴血奋战 诗书记载这一年 为了拿下最后一个强敌楚国 使皇帝不惜发动20万精锐 交由将军李信统领 关于战争的具体场面我们无从所知 但在黑夫写给母亲的信里有这样一句话 亲爱的兄长 母亲他还好吗 我们俩因为打仗分开了几天 现在又见面了 由此可也推测战况异常激烈 以至于持续了几天几夜 紧接着黑夫又在信里开始要钱 原话是 这次写信是希望赶紧寄钱过来 眼看夏天就要到了 我们身上还穿着冬装呢 由此可知 秦国士兵出征 随身的衣物钱粮是需要自费的 在黑夫撰写的家书中 还提到了一个重要史实 怀扬叛乱 我们马上要攻打怀扬的叛军 可能需要很久 这次一定要多寄钱过来 史料记载 理性率领的秦国大军 一路成胜杀得敌人落荒而逃 然而就在大局已定时 背后的怀扬却突然叛乱 打得秦军措手不及 愤怒中 秦军决定先返回解决这个麻烦 很明显黑夫和金正是二十万士兵中的一员 在另一份家书中 金还特意提到了自己刚过门的媳妇和怨 叮嘱他要和婆婆和谐相处 出门砍柴时不要走得太远 尤其是注意那些被秦国攻占的地方置暗太乱 能不去就不去 从这里可以看出彼时的天下动荡不安 盗贼流寇横行 老百姓生活艰难 有趣的是在经写给母亲的家书中还提到了借钱仪式 我和战友圆柏借的钱要到期了 至少五六百钱先寄过来 否则我就死定了 快快快 想不到两千年前的老祖宗们还有如此可爱的一面 可以料想这位名叫圆柏的家伙一定恐无有力绑大妖元 否则也不会把金吓成这副样子 当然了 兄弟俩如此理直气壮的向家里伸手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是在为家族拼搏 当时的秦国奉行军功爵位制 在战场上斩首敌人 拿着他的脑袋就可以换取房产 田地乃至仆人 多劳多得 类似黑夫和金这样的底层出身 打仗就是在给母亲兄长妻儿赚钱 换取前程 运气好 说不定一家子的姚役就废除了 若能换回爵位 更是一辈子吃喝不愁 对于未来 黑夫在家书中激动地写道 我相信大王是不会骗人的 只可惜这对兄弟的结局注定要以悲剧收尾 因为就在李信率军和背叛着决战时 楚国老将向燕 也就是向羽的祖上 突然率军从后方杀出 面对一亿代劳的敌人 彼时的秦国二十万将士早已饥肠碌路疲惫不堪 此战死伤殆尽 只有主帅李信狼狈套窜 回到了秦国 可以想象 当兄弟俩阵亡的消息传回家乡时 老母亲儿一定是肝肠剧断 为了怀念自己的弟弟们 终在临死前特地嘱咐家人 将这两份家书埋在自己身边 希望能和兄弟二人地下团聚 当年司马迁都没有见到这些史料 突然一下子涌现到我们面前 那就是学术界当时可以说是奔走相告 第一次看到秦简的时候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有的诗文都是很惊奇的 秦代的简主没发现过 一字一句都是真实的 画面中的就是大名鼎鼎的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 其出土于一座墓葬中 经过考究墓主人明喜 生前担任秦朝疏离一职 在他的笔下 嬴政是一个英明 有远见优秀的统治者 于传统印象中 那个磕正猛于虎 暴虐无道的昏君 简直判若两人 更为难得的是 这些竹简涵盖了秦朝的方方面面 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管理等要害部门 其中很多的一手资料 连史学鼻祖司马迁都无缘得见 经过解读 专家们发现 原来秦朝的摇曳制度 并非古人描述的那般 如洪水猛兽 泯灭人性 政府规定老百姓服摇曳期间 吃住全由公家负责 而且只要满一年 此后就仅需服役一个月 若身体不适 或家中走不开 还可以付钱 让他人代为服役 并且朝廷还严令 每家每户出一人即可 其余的在家 侍奉老人 公积生产 可以说在封建年代 如此人性化的制度 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正因为如此 西汉建国初期 刘邦力排众议 完全继承了秦国的摇曳制度 这才有了后来的文景之志 盛世强悍 然而到了后代文人笔下 却被弯曲成了 逼人造反的祸端 尤其是陈生吴广 因天降大雨 耽误了集合日期 怕掉脑袋便怂恿 众人揭竿为奇 原地起义 现在看来不过是造谣声势的伎俩罢了 在这四万字中 还提到了亲国独有的军爵律 这也是秦始皇统一六国 横扫还宇的核心 从上到下 将爵位分为二十级 最低的叫公式 最高的称徹侯 无论贵贱 无论出身 只要能在战场上斩将夺旗 就可以封阴蒙子 享受荣华富贵 甚至获得土地 世世代代传下去 而这点与上个视频里提到的两封家书完美连结 黑夫与京的哥哥就是公式 从他一直在家里侍奉老母来看 这个爵位很可能是兄弟二人为亲哥哥赚来的 由此可见真正的秦朝是一个有活力 有充劲的热土 只要你敢想敢做 就能成就一番事业 而最高统治者秦始皇 有血有肉 绝非后世抹黑的那般 死气沉沉 恐怖阴森 他爱民如子 有雄心 有远见 毕生致力于一统天下 成情还宇 为阳皇子孙 打下一个牢不可破的江山 关于竹简 还有很多急需破解的地方 相信终有一天 上述真相会大败于天下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